我當時會研發這種 譬如說無毒的除草劑 還有牛色、豬色用的清洗劑 主要就是這些東西是無毒性的 外面現在用的東西都是有毒的 對於人體、對於動物、對於一些植物 還有環境影響非常大 所以說這種東西沒有毒的東西 也是未來要發展的產品 我們有這個機會跟工業技術研究院 有合作的關係 加上我們自己本身的產品 所以說無毒的 有建於無毒的是未來要走的路 所以我們就朝著這一方面來做 我們公司除了無毒的除草劑以外 還有使用在動物養殖社房裡面的清潔劑 以及腳部的保養品 還有寵物的保養品 還有寵物的保養品 龍龍種種 總共有11種 那這些東西通通都是沒有毒性的 不會危害到人體 也不會危害到動物 更是不會污染環境 這個都是以後未來要走的路 我們目前也正在研發其他的產品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 無污染無毒害的產品上市 嘗試試試看 我們很期待 多有何謀利 也會做有多嗎 就會有多大問題